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 我怎么也猜不到 我会失去那个 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我最爱的那两个男人 一个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随时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一个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或许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的挣扎 而我 被命运的枷锁禁锢住了身体 包括灵魂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不知道眼前的荆棘究竟还能不能劈开一条路来 生活真是个复杂的剧本 我不知道 老天究竟要让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道 在我的身上究竟还有多少难以承受之重 我不知道明天 等待我的 将会是什么 甚至下一分钟 下一秒 好累啊 我只想静静地待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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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风吹 他生了什么呢 林叔出了这么大的事 徐思雨竟然都比我先知道 我以为你别生我的气 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本来好好的一顿饭 你爸突然就出了这种事 欧伯伯突然就反对你和欧阳在一起 欧阳还消失了 徐思雨又跑来告诉你 他要和欧阳结婚 最可气的是那个林志宏 什么呀偷了你爸的钱 还把欧阳给你买的项料给荡了 现在又要抢你们家的房子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该打 我现在就是担心 你跟欧阳该怎么办 我相信欧阳 他现在应该是被关起来了 他现在应该是被关起来了 而且还被没收了手机 他不会什么原因都没有 就平白无骨地消失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相信他 只要欧阳不放弃 不管将来的路有多难 我都会和他在一起 一直走下去 给 妈 你给我切这么多我可吃不了 谁说是给你的 快去 给美娅送我去 你这一百年也不往家里 带着女孩子回来 你是想急死我呀 是不是 亲爱的老妈 美娅可能误会了 我和人家临美娅 真不是那种关系啊 行了 你是我生的我还不了解你吗 未未都告诉我了 欧场里呀压根就不同意 欧阳跟她的事 妈跟你先表态 我反正是特别喜欢美娅这孩子 你要是不把我这次机会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送我去 听话儿子 快去 亲爱的老妈 好儿子 不是 睡于 你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欧阳他出事了 他会不会是有什么意外了 不然他怎么会 就这么平白无辜的 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你说欧阳他现在能在哪儿 妹妹 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想欧阳 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 我想欧阳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想欧阳 我真的想欧阳 我想欧阳 我真的想欧阳 走 我一定会想要 我真的想要 你妈妈 冲在上 天空 你妈妈 我真的想要 喂 好 你等我 我有事要跟你说 这一拳 我们是替灵梅亚打的 梅亚这几天正在承受什么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现在有脸过来了 是谁曾经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灵梅亚是她这一辈子最深爱的女人 会照顾她 心疼她一辈子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是谁说的 是你对吧 难道只是因为三分钟热度吗 玩玩就想扔了 混蛋 所有的事情 梅亚一个人都扛了下来 为了凑林叔的医药费 她把林家大排档给卖了 她的姑姑欠了一屁股赌债 跑过来跟她张林叔的房产 梅亚现在无家可贵 最过分的是 徐思雨居然跑到医院去告诉梅亚 说你爸同意了你们的婚事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你还是人吗 林梅亚再这么脆弱 这么需要你的时候 你究竟在哪里 他妈的叔叔会藏起来吗 别跟我说这些 这些不是重点 医药费我已经替他除了 林叔叔已经在医院 重点是你既然已经来了 证明你心里还有他对吗 你要是个男人现在就进去 当着梅亚的面 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这才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怎么了 哑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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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